美日韩对朝鲜是步步紧逼 美国是只都派出了两型的核潜艇到了韩国 直接呢就搞起了核讹诈和核威慑 那么朝鲜就正式宣布啊 他的海军将装备核武器 他就摆出那个架势就是 美日韩你要敢动手的话 朝鲜我就要早打打打 甚至呢我敢给你打核战 大家好我是张斌 朝鲜领导人在海军建军74周年的时候呢 就视察了海军司令部 他说出了非常惊人的话 他说啊面对美日韩互相勾结整合 对朝鲜实施战争的威胁 那么以后朝鲜人民海军啊 将成为朝鲜国家核恶制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很明显啊 这是朝鲜向外界传递的一个信号 他们的海军将装备核武 成为朝鲜国家核恶制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且啊 这个不简简单单的是 再说一个空话啊 再说一个大话 他也不是简单的制造一下舆论 和释放一个政治讯号 是真的要做的事情 那么外界肯定就有疑问了吧 说朝鲜现在有这种能力吗 这个还真有可能 首先啊 我们看朝鲜他不久前 他就公布了661型轻型护卫舰啊 虽说这个护卫舰也就是这么回事 但是他真的可以搭载这个箭尸型巡航导弹 而且这个巡航导弹 有可能换成战术核弹头的啊 成为那么战术核武器 那目前朝鲜的核武小型化也基本完成了 所以这种可能性完全具备了 我们再看朝鲜的水下武器啊 他已经拥有水下可以发射中进程弹导弹的常规潜艇 那么这个些导弹如果搭载核弹头的话 应该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而最重要的是啊 你看不久前朝鲜呢 就公开展示了他海啸重型核鱼雷 这外形啊 非常像俄罗斯的波塞东巨型核鱼雷啊 具备了核打击的能力 尽管现在朝鲜的舰艇啊 潜艇啊 应该说还比较落后 数量上呢 也是太少 不值一提 但是呢 也足够满足他们在朝鲜半岛 到日本之间的这个范围之内的核打击能力 其实这对朝鲜来说已经足够了 而且呢朝鲜它是有侧重的啊 那就是它会倚重于海啸重型核鱼雷 虽然咱们还不清楚这种核鱼雷的具体性能 但是看样子它不会是假的 而且也绝不是一种落后的武器 那么在未来可能爆发的战争之中啊 这种核鱼雷呢 就可以对韩国的港口进行封锁 让韩国难以通过港口 大量的接收来自美日的支援 应该是朝鲜他们非常重要的战略和战术任务吧 使用核鱼雷攻击啊 这个去毁伤韩国的港口 造成这个核战染区啊 那从而破坏美日韩的补给 以及联合作战 这种可能性完全是有啊 这就是对朝鲜来说是相当有效 而且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核战术打击手段了 朝鲜啊有很强的危机感 你看他们在2022年9月份 不就通过了那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核武力量政策法令吗 这个呢就对朝鲜作为这个核国家的地位啊 还有核武器指挥的体系啊 朝鲜核武器的运用条件等 做出了相当明确的这种法律上的规定啊 尤其是他们制定的那个很低的核武器使用门槛啊 这个呢还真的是有可能为他主动启动这个核打击手段啊 就铺平了这么一个道路啊 朝鲜啊他在实力上那是远低于美日韩嘛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呢 所以他就必须采用这个主动性极强的这个进攻性核战略 这其实就是弱者的生存之道 所以说啊 朝鲜的核战略啊 有政治层面的作用 但是呢 更是他们求得生存的最后的保障和手段 那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他核打击的意志甚至比美国还要坚定 所以这个美日韩那可是要掂量一下了 尤其是韩国和日本